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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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一起来做这个寿司醋 在这个半杯米醋中呢 放入四分之一杯的砂糖 再放入半茶匙的沐浴精 搅拌均匀 让砂糖和沐浴精融在米醋中备用 好了 我们做甜尺油 四分之一杯的日本低盐生抽 然后加入四分之三的汤匙的白砂糖 搅拌均匀 让糖呢溶解到尺油中 好了 在清水中呢 我们把这个雪花米啊把它洗干净 我用的是500毫升 沿着一个方向 把米的里边的那个淀粉都给它洗去啊 洗个三四次吧 看着水清了就可以了 你看水已经很清了 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将米呢 倒在一个漏网框中 把水分给你拎干 好了 水分呢差不多拎干了 我们就把它放在电饭锅中 加入500毫升的水吧 一比一的比例 好 加入一茶匙的杏盐 把它搅拌均匀 让米呢在水中浸泡三十分钟 再开始煮饭 浸泡三十分钟以后呢 我们把这个电饭包呀 就给它按上开始 就煮熟就可以了 电饭锅如果跳起来的时候 你不需要将这个饭再鱼了 就可以拿出来了 拿这个铲子哈 给它搅拌一下 然后呢我们就把这个醋啊 刚才我们调这个寿司醋 就加进去 加在这个饭里面 然后用铲子呢 给它横切竖切 让它呢 醋能够均匀的浸泡在这个米中哈 大概这样横打竖打 就这种动作的话 大概需要十分钟 才能够搅拌均匀 目的呢就是让它能够均匀 然后饭冷却了 我们就可以用了 好了 把它放在一个大碗中备用 中间呢我们做个洞哈 让饭呢能够更好的冷却 盖上一个湿布 冷却就可以了 那接下来我们还是把这个被 给它处理一下 翻了被边上这个 韧的地方哈 很坚韧的部分呢 我们就把它去除掉 因为它这边会有沙子哈 然后呢我们用盆中的清水呢 给它轻轻的洗一下 洗干净把它捞出来 用厨房纸的擦一擦 好了然后呢我们给它切一下 这切的方法呢就是将这个 帆利贝给它开边垂直 然后打横切开 但是不能折断最后的那个部位哈 摊平 就是这样切 慢慢的切 就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呢我们就把它铺在这个寿司上哈 这样全部的帆利贝都这样切好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把这个烟血三文鱼呢 也把它拿出来哈 这个三文鱼块是有传统的味道的 有辣椒啊 dell的口味哈 取出来我们就把它摆在碟子上备用就好了 下麻棒我们都是抛好的切好的了 然后和牛也是 我们用厨房纸巾呢把它擦干净 因为我们解冻以后呢它会有这个血水哈 我们把它擦干净以后呢 这个牛会更好吃 然后我们把这个筋的部位呢 切走 然后切成大块 可以盖过这个寿司就可以 厚度大概四分之一厚就行了 当然你切厚点也可以哈 好都切成这个样子就行了 就可以去做寿司咯 好你看我们做这个手练寿司呢 要有一盆水 因为我们要用手嘛 捏这个饭团哈 这个寿司饭 所以要准备好水 日本芥末 芥末 番栗贝 腌絮三文鱼 象拔棒还有和牛 所有的这些食材我们都准备好了 就把它摆放在一起 我们就可以制作了 首先呢我们将手啊 在这个水中呢给它浸一下 然后呢我们就开始捏小饭团 1.5到2茶匙的饭团就可以了 轻轻的这样的按这样钻 对就这种手法就可以了 然后你看我们把这个三维鱼 哎就给它裹到上面 然后两个指头呢给它左右上下两端 讲这个寿司转180度 再翻到另一面 就两个手轻轻的给它按压 上下两端按好了 哎就这样一个寿司团就做好了 这样我们再蘸水 把水呢 把手蘸湿以后 我们再接着做 还是这种手法哈 然后呢这时候 我们可以抹上一点芥末 哎芥末 加入上番栗贝 最好扣到这下面 然后给它一裹还是180度转 然后呢就两个手就开始捏 左右上下两端 哎这就做好了 饭团你不能按得太实 但是也不能太松哈 插到好处 这是一种手感 慢慢掌握就知道了 然后还是少许放一点芥末在上面 然后呢讲那个像麻棒 再放到饭团上 依然是跟刚才一样的手法 慢慢的捏 哎我们这像麻棒的寿司又做好了 放在碟子上 不同的寿司 不同的口味 太好吃了 然后呢 这个我们就把它放入和牛 好你不加日本芥末也可以哈 吃的时候现加都可以 和牛也是一样的 这样的捏 所有的寿司呢 你都是这样做 每一个都是这样做 你看我们这个和牛啊 还有这个部分 梵力贝的寿司 我们是需要火灸的 就是你要用火枪呢 稍微烧一烧 好我们轻轻的刷上一点油 你吃的时候用这个火枪来火灸 火灸这个和牛寿司和这个番离贝的寿司哈 大概你看它烧到这个和牛的油膏开始溶解了 然后表面呢 成微微的金黄色 非常的脆香 然后呢又很软了就可以了 这个需要自己掌握咯 火灸这个番离贝的时候啊 要转色就可以了 因为袋子呢 是可以生吃的 你知道哈 就这个样子就可以了 然后扫上一层薄薄的甜齿油 在这个和牛还有番离贝上 再加入一点日本芥末 哇 味道超赞哦 这道美味 营养健康的寿司陶餐呢 就做好了 火灸和牛 以及火灸番离贝寿司 超赞 其他的两盆寿司 象八棒刺身 番离贝刺身 以及烟薄三维鱼寿司 也十分的好吃 绝对可以媲美日本的高级餐馆了 自己坐在家里 一次吃个痛快 再配上一杯日本清酒 哇 生活真的是太美好了 好了 那这一款丰富的和牛象麻棒寿司陶餐 你学会了吗 我们下期再见咯 优势美食频道 希望您的大力支持 欢迎您订阅点赞 与分享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